双世宠妃2正在惹播,11点小谭刚喜欢上墨连城就又一次穿越回了冬月国,这次小谭没像第一步一样和曲谭2共用一体,反倒是墨连城多出来一个,这让网友们直呼剧情太伤脑,也十分好奇小谭到底最后会选择谁。 在第二步中,墨连城穿越的时候遭遇了时空扭曲,在冬月国遇到了过去的自己,以及失忆的曲小谭,正式的冬月国危机四伏,墨连城为了保护小谭,就找刘泉水将自己易容成了刘伤,做了过去的墨连城俯上谋事。 另一边的曲小谭就会没和曲谭2共用一体,但一来到冬月国,就被迈进了包王府做婢女,他一见墨连城,就以为他是自己现代的男朋友,一直和他套近乎,墨连城嘴上凶巴巴,却还是渐渐被小谭的可爱吸引。 不过在小谭看来,墨连城一会儿对他大吼大叫,一会儿又对他柔情似水,简直是个神经病,马上就转身投入了刘伤的怀抱。 墨连城见到曲小谭这样,又很吃醋,不让小谭接近刘伤,还想出要和邻国公主联姻的法子刺激小谭。 小谭就一直都在刘伤和墨连城之间摇摆不定,而刘伤为了赢得墨连城的信任,一直不停地和过去的自己还有血亲们接触,最后也向过去的墨连城坦白了他的真实身份,这就导致他停留在冬月的能量慢慢消散,身体也越来越差。 墨连城得知今后的命运,二话不说就为了小谭前往游民大陆,与摩帝激战之后危在旦夕。 刘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,用自己最后的能量救回了墨连城,与他融为了一体。 小谭得知一切后崩溃大哭,在他心里最爱的还是现代的墨连城,毕竟他从现代就一直在保护小谭,还为了他才失去了生命。 网友们看到这里也是跟着小谭哭到不行,只说刘伤死了这部剧一点都不甜了。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,两个墨连城其实都是一样的,更何况他们现在还融为了一体,小谭爱的墨连城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墨连城,对此你赞同哪个观点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